五平 创业板值涨0.46% 盐湖体力板块大幅反弹 互值窄幅震荡 冲高后有所回落 市场情绪震荡回升 截止五坚收盘 互值涨0.14% 深层值涨0.03% 创业板值涨0.46% 受利好消息影响 环保股集体走强 星园环境 客户环境20厘米涨平 李电 稀图板块迎来反弹 亦为李能大涨超13%股价创新高 十大盛华 永兴材料等多股涨平 元宇宙 云游戏板块继续活跃 机场 旅游板块联动走强 而疫苗股纷纷下挫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据MSCI官网消息 2021年11月MSCI半年度指数评审结果 将于欧洲中部时间11月11日23点后公布 会议强调 做好重要农产品生产保工工作 关键是把各项措施若席若小 落到实处 发改委消息 随着煤炭优质产能不断释放 11月份以来全国煤炭日产量持续增加 当前市场对分子端下行预期充分 对分母端降准预期修正意义反应充分 往后看我们认为 跨年行情将随年底政策不确定性的下行徐々展开 科技科创方向在经历7月以来的调整后 当前随着大宗品价格回落 类质账担忧渐退 压制板块的因素已逐步解除 我们同时注意到 本周美联储TAPER如期落地 态度温和 为市场接下来的反攻奠定的基础 建议关注 一 估值切换叠加市场流动性环境变化 食品饮料 医药以及家电等赛道龙头 有望迎来修复行情